洛杉矶艺术展应该是在1996年是第一届 到今年已经是第28届了 最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在帕萨迪娜的一个艺术沙龙 到近十年呢才正式转战到 Commission Center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极强 展位上你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 23个国家的120几个画廊 上千件各种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创作 我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呢 当时一海藏家还采访过 艺术会的创始人马丁戴尔先生 当时马丁戴尔呢也介绍了 希望能够把很多大家没有见过的 这种艺术形式呢带到美国西海岸 尤其是马丁戴尔他非常钟情东亚艺术 所以说呢在LA的艺术会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东亚的这种艺术类型 这是在美国其他的艺术会上 相对于比较少见的 现在的LA艺术会越来越成为在美国西海岸 整个美国以至于全世界 都备受关注的艺术博览会 姐 咱们来了也快一个来小时了 你觉得这次LA艺术感觉怎么样啊 稍稍有一点点失望 就是目前为止啊 我在里面整个走了一圈 我还没有看到一幅让我能在画前面 站到五分钟的作品 没有那种很让你能够撞击眼球啊 撞击心灵啊 引发思考啊 或者让你有购买冲动的这样的作品 刚刚呢也跟几个Gallery的一些策展人啊 包括一些Gallery的owner也有沟通啊 目前来讲呢 看到在市场的价格上应该算是比较均等 我为什么说有点失望呢 其实呢 我是觉得在一年一度的一博会上 我是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先锋的 有能量的前卫艺术 我所说的前卫艺术不是一种新兴的绘画材料 像那种Mix Media的一种堆积 很多那种流通领域里也能看到的作品 就是艺术家很迎合市场的艺术消费类作品 而不是一种自主创作的东西 价格也不便宜 另外我看到一些作品呢 明显的是在炒冷饭 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像经典啊 像大师致敬 其实呢 就是像改编一首经典的老歌一样 你换了配器 换了编曲 加了很多流行的重金属的元素进去 实际上的那盒呢 还是原来的那首经典老歌 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不过这也可能是现在的艺术市场上 比较普遍的现象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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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